管妈你自己认为是这样子吗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有跟署长见了一面 基本上就是说 其实警方他很希望说能够拘押 因为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竟然当事人 当场在现场的那些暴力分子 还敢用言语再遂行恐吓 给你留言遂行恐吓 所以其实警方知道说 这个案情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重大 而实质就是组织犯罪 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拘押 所以他们用杀人未遂来移送 但是到最后 警方还是找不到 可以拘押的足够的依据 为什么呢 可是我必须澄清一下 你讲杀人未遂对不对 后来呢 现在检警双方 尤其警方出来澄清说不是 杀人未遂的确是 他说不是杀人未遂 是伤害罪 今天张伟说 这个叫杀人未遂 最后 罪意不但没有尽压 最后是伤害都用 是伤害车 没有伤害 因为你说服不了检察官 来 这两个关键性的学生 我会回到这个伯章的身上 伯章 我看到你的脸书 也很明显受到了威胁 现在警方有跟你联系吗 早上大安分局政大队有打给我 他们有询问我说 我是否人身安全有受到危害 然后有问我需不需要 对我做一些保护措施 然后我有问他们 你们也不可能20小时都跟在我身边 他们说对啊 那我就 对啊 我就跟他们说 那既然没有办法20小时 那可能也不需要吧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能提供到 怎样的保护作用 能不能真正有措施去防范方 让那些企图对我有 想要做出伤害的人 能够喝止他们 对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 算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跟我讲 对 他们说问我需不需要而已 定宇 你给他的建议 现在他要拒绝警方的保护吗 我认识博章很久 第一个 他虽然看起来很老 不过他才24岁 对 你是职业学生 他们指控你是职业学生 因为我在台北大学读博士班 我们在校门口有见过 他真的在读书 他成绩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他20来岁 第二个 我接着跟姚老师讲 当跟中共在对抗的时候 是需要勇气的 你现在不是在对抗黑帮 是对抗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政权下面的赋水组织 他要讨好他的组织 我对抗过 他要遏制台国 我对抗过 我刚才听到老师讲那一段 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小朋友还在地上爬很小 统一促进党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在中国设立 以福音促进中国为目标 不管国外的媒体报导他们受中国的资助 或者我们的国安情报 统一促进党 或者所谓的什么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心会 等等这些人 他的目的就是让台湾变成北京管辖的一部分 而他们跟中共的联系是非常强 我们可以来举证 可我要提醒博昭或者其他同学 勇敢不代表日子好过 勇敢不代表不需要保护 勇敢不代表一定要去受伤害 我宁可你暂停停地去 让台湾更好的发展 而不需要劣势 我们那一段时间 我也是将近一年多 带枪的警察在我家楼下站着 我的孩子很小 学校被威胁 个人被威胁 我甚至于打电话给台桥说 我一个人来面对 让我老婆带着孩子 到美国某个城市 没事再回来 我们都要去想这个事情 买个吃饭的时候 是靠朋友送便当来 然后不但问自己 你自己去 好吧你勇敢 你有主张有信念 但是你的家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到底对还是错 所以我真的建议你们 一方面我们要要求警方 二方面要会保护自己 那现在警方做什么 言论自由跟多元的包容 不包含叛国恐吓 为事闹事打人 甚至于打杂烧 网络上那一群人 我们分了两种 一种就是出个声音 要恐吓你的 每一笔每一笔 警政单位用最快的速度 通知他说 你恐吓人倒案 这种事情你不可以做 你以为脸书躲在后面 没有脸 很多脸书是没有脸的人 根本没脸见人的人 放话恐吓别人 那已经超过酸民的程度了 他恐吓你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这些资料 马上移给电信警察 用最快的速度 让他倒案 也许他只是出一张嘴 也是错的 另外再真正跟在你们后面 准备羞辱你们 他认为是羞辱 其实伤害的 这些黑帮除了用法律去办以外 警政署除了保护你们以外 不管是组织犯罪来处理 或洗钱防治法来处理 要让他后面的头头知道 你想闹事 光想 你就要付出代价 光你有那个念头 要伤害学生 伤害老师 伤害一个一般人 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你就要付出代价 你的钱会被冻结 你的厂子会被警察砸掉 你的交易会不能成交 哪个国家可以容许 黑到比白到还要唱秋 董念台还公开要漏搜警政署长 是 这怎么一回事 要去找他家 要去他家拜访 要找他的孩子 如果警政署长都要被一个 这样子揉揉去唱 长久以来这种处理不正 根本没办法处理事情 所以定宇你们都有收到 对不对 他故意传给所有的立委 所有立法委员都收到 我看一下 这个到底代表什么 肉搜什么 他传给 董念台传给所有的立法委员 这个简讯 肉搜台匪陈嘉青署长 查台匪陈嘉青细委警政署长 因其巴结蔡英文总统 于未能够了解案情之时 莫名发动扫黑行动 此举有违执法精神 故特诚请各地联友 代为告知以下资讯 以立再生受刑人 社长董念台 亲自登门拜访 并请台匪陈嘉青 告知其何以滥用公权力 肉搜什么 地址电话 手机号码 家人住址 跟手机号码 还有家人 还有家人 此资讯 如果能够获知 则有利于家人 规劝陈书长 及时改过自信 这到底要肉搜什么 我这边一定要讲清楚 警政署长不要再说 我们就不要跟他计较 计较 你讲到台匪 每一条每一条法律 要拿出来用 你知道黑帮 跟一般人差在哪里 我们现在黑帮 伪装成政治团体 用政治来包装他的语言 错了 他本才是不变 黑帮的无赖性就是 他可以乱泼粪水 当他打了你 他就告诉你 你打我 当他打了你受伤 我骨折了 当他要修理你 就说你去侮辱人家的老妈妈 所以该死 这叫泼粪水 警方要大动作 去处理这个事情 另外 我们现在的法律 能不能保护我们国家 确实有不足 像我们的内乱外患罪 我去查了 从有这个法律以来 共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罪 劳乱台湾社会 受中共命令来 劳乱社会的组织团体 没有适用这个罪 我举一个例子 某一个下信的艺人 他的 他爸爸 出卖凶宅 判一年两个月 结果这个中将 出卖国家组织共谍网络 判一年两个月 我们现在修这个所谓的 内乱外患罪 是 如果你 窃取国家的资讯 或者受人家命令来 老论我们国家 的敌人 以前都签字到敌人跟敌国 这一个退役中将柯正胜 当共谍 判一年两个月 如果我们修过后的 所谓的内乱外患罪 把敌人定义清楚放进去之后 他是无期徒刑到死刑 组织或团体 受中共的命令 要来颠覆 捞乱台湾社会资安的话 这边的罚者 也是七年十年无期徒刑 是 他们现在是耍无赖 反正我打了你 好啊伤害啊 我骂了你 毁谤啊 反正有人帮我付钱啊 台湾变成一个 无法用法律 保障自己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张耿惟 今天临时要退通告 他也很明白地讲 他现在只好让自己 稍微销声匿迹 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请教我们现场 还有一位 同学 吴仲敏 我想请教的是 因为现在 这是张伟的说法 他说他不知道 台大校园内有演唱会 开会途中 是临时接获讯息 所以去救人 他的手指是骨折 没有攻击能力 当天载的有汪剑成 王启斌 还有林绍哲 蓝靖 到场之后呢 原本要载的是 左眼受伤的 杨绍瑞离开 但发现其他人 被学生尾随跟攀 才会下车制止 基于脱困 要自保的情况之下 才把他们驱离 仅是挥空拳 威胁而已 只是威吓而已 与未道案的 蓝靖凯 他说 其实是不熟的 但是我们刚刚听到 张耿惟的说法 并不是这样子 警方现在目前 最新的态度里头呢 你看到 这个就是张耿惟 刚刚特别提到 他们有拍到 现场有三部车子 他说不断地去增援 人力 包括武器的情形 这是其中一个画面 前面也包括了 拍到了这个奥迪的车子 然后呢 张耿惟人 站在这个地方 他说旁边还有一个 市场 还有一部 Toyota车子 现场他就是看到 三部车子的人力 包括武器 不断地增援情形 这是耿惟刚刚 把我们还原的情形 朝组织犯罪方向 严加办理 这是行政部长赖清德 在今天凌晨 他传达的最新的讯息 囚禁行政力量跟法律 对于黑道不法 介入政府 做全面性的处理 内政部长叶俊荣 当然包括了科批的 依法严查 绝不宽戴 将与教育部 协调建立机构 有接获闹场 情资时 可以让警察 进入校园 这是科批 对于市境的理解 他的理解是说 未来呢 有闹场时 让警察 可以进入校园 这是科批的理解 我们看到 陈嘉青 要替他们加油打气 也替他鼓鼓掌 事实上我们看到 我们的警政署长 换了陈嘉青之后 的确台湾是变成不一样了 包括刚刚特别提到 有扫荡四海帮 还有呢 包括这个政代会的主席 暴力恐吓等等 全部都有行动 都有执行 陈嘉青特别提到 全力保护学生 针对帮派不法活动 实施三打策略 近期执行 双北地区的联合扫黑 同时呢 他们现在警政署查出 张安乐领军底下的 统促党 警方厘清出有26人 具有竹联邦 中间干部身份 并且有竹联邦的 六堂一队支援 他们除了是统促党的党员 人头之外 也是对外的武力窗口 这是目前警方办案的情形 我想请教是这个仲敏 你自己是台大的学生 在当天我看到 多支的画面里头 都有拍到你 这是你在这里 对不对 OK 你可以跟我们还原下 你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就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 我在那边还在跟人家 在我挡在他们的人的中间 然后后面就突然冲线 出现了那个戴黑衣服 有没有黑黑衣服那位 他突然走上来 这一个黑衣服吗 对就是他 他突然走上来 很快的速度走上来 对 对那个肩膀上 蓝色衣服就往上 有写台大历史系那是梗维 对 然后他突然就那个人走上来 然后旁边有一位 戴安全帽的同学 建议有为 想要把他挡住 打球棒的打人 就想要克制他的球棒 然后他们就旁边的人 全部涌了上 把那个同学的脖子给扛住 扛住这个戴安全帽 对 把他及时制止这个球棒的 对 OK 那接下来出现什么情形 接下来就是这位 比较壮硕的是另外一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台大学 但是现场有协助 就是阻挡在两方的中间 这不是台大学生吗 这个不是 我说是刚刚那位 就是短袖的 你有录到看 比较高大的那一个 是 他们现在就这样 一直往后走 一直往后走 我们就在后面拍而已 就是因为他们刚刚已经 明显有攻击别人 这是现行犯的行为 所以我 基于自己的法律常识 所以我当时就拿着手机去 在后面准备收证 希望可以拍到他们的交通工具 避免他们就这样 逃之夭夭 是 所以你在这里对不对 对 然后可是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看画面 球棒都还没有出现 这里就从这里 有没有这个这个 对就是他 就在这个瞬间 他在前面有一台车 停在前面 然后下车 然后走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 救护车在旁边 救护车已经到了一阵子了 我到了时候 过了一下下 他们就到了 这样子 OK 救护车不是有 那这个人 到底哪 第一时间拿球棒的是这个人吗 穿白衣服这个吗 对对对 他 拍MV的那一个 那他是本来就在现场吗 可是我看到 没有他本来就在现场 我看到 因为当时你有看到 那我面对的是另外一侧 然后上来的时候 我回头看也是吓一跳 这几个人是 他们是这时候才出现的 他第一次出现在现场 这是第一时间才出现 对不对 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 这是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 那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从车里冲下来的啊 从车里冒下来的 这个车子 当然是有人打电话叫来的嘛 嗯哼哼 是 OK 现在这些都是要去查的 不是说看影片 其实立刻就可以用 那有人打电话 然后确定有人看到 来了一部车 从车上冲下来一批人 嗯哼 这些都是后来 因为你不是从头 在拍电影一样的拍到 对没错 所以一段一段 你没有办法把这一段 冲下来的过程 叫元首的过程 为什么要叫元首 如果他说他是被 他们是被害人 嗯哼哼 他说他们是被打了 因为被辱骂了 那你为什么要去叫 人家追打 这没有任何道理嘛 嗯哼 那我来看昨天柏章帮我们还原的那段画面 事实上我们看到胡达刚在第一时间 他是不断在打电话的 那昨天我看到在直播的过程中 这是柏章你第一时间从引爆点从这里开始 可是事实上这个影片拍摄时 已经冲突发生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已经跟他们第一波冲突已经打完了 嗯哼 对 然后这是打完之后 他们要把我围起来 他们有叫我脖子 然后那时候张耿伟出来 从同学刚好出来 他就看到他忙过来帮我脱困 对 然后之后就到这个画面 他还有现场很多孩子在这里 对对对 小朋友都在旁边看 嗯哼 然后就突然 其实 他在打电话 就像我所说一样 因为胡大刚这时候不断在打 胡大刚说张耿伟攻击他 或是攻击其他人 所以他才有所动作 才拿甩棍出来攻击这些 攻击他 根本没有看 那个张耿伟 你胡大刚那么远是要怎么去攻击他 是要怎么去骂他 而且胡大刚一直在讲 所以我们看到他拿甩棍之前 他有没有遭受到攻击 完全没有 没有 然后他什么时候去捡地上 他说他的甩棍是地上捡来的 可是也都没有看到 他就突然从屁股 抽出来 然后就甩出来 然后就开始受攻击 黑帮 黑帮你去google一下新闻 有时候枪都是捡到的 你被警方传唤的过程中 警方有 有让你看一段没有曝光的影片 那事实上是到现在都没有曝光的 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因为台大 我们那时候在台大 就是心态入册 那个所谓是前面在起冲突 理论 然后 那时候我跟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控告我 那个公然无路那位老太太 就是我们在理论 然后他们人就突然从校园里面 冲出来 差不多三四个 然后就 一团围上来 然后就 用身体撞我 推我 然后 然后 我就 为了自我防备 所以有出手 他们为什么会撞你 推你 他们说我欺负老太太 然后说什么 我没有家教之类的 然后就 你为什么会 你有 有标骂脏话 对这个关秀珍 就跟那个老太太理论 他说 就是那个女的嘛 对啊 他就说什么 现场有一个女的嘛 现场有一个女孩子 就在那个黑衣服 理论他说 台湾是中国 我说不是 我说中国人 不要在台湾 那个台湾不是中国人 就类似这种话 然后他们就出来说 就是这一个 就现场有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女的 戴墨镜的这一个对不对 对对对 没说他戴墨镜 他戴墨镜 那就是关秀珍 是没所谓 你有辱骂他 也不雅的字眼辱骂他 没有到不雅 有说 老女人 我承认 对我承认有老女人 那你有攻击他吗 完全没有 那你有攻击其他人 完全没有 绝对没有 他们就出来就 一出来就动手了 你看他现在准备离开嘛 他现在你看躲到一边 我想这个监视器 你吗 他们是成群结党的离开 是 后来离开现场 这里头包括 左下角 左下角就是他们 OK 这个就是关秀珍的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一个 墨镜这个 对对对 就是他 OK 这个就是关秀珍 是没错 就是他提告我的 OK 他提告你的 他说我在现场骂他一个小时 怎么可能 一个小时 我在4点40分 警方就研究试试试 4点40分 我还在台湾的舞台上面 那个新闻画面都有拍到 因为我有冲上去台大舞台上面 我怎么去骂他一个小时 骂一个小时 等于我从4点40分骂到5点40分 那时候警察都来 我怎么还可以骂他 而且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影片 我根本没有在骂他 我在跟其他人理论 所以你刚刚影片的部分 警方让你看一段没有曝光的影片里头 事实上 他们所掌握的 是由台大校方那边所提供的 所提供的 那拍到什么 就是拍到 那时候我跟那个老太太在理论 然后他们一群人就冲出来 从台大校园里面冲到人行道那边 然后一出来就是撞我 然后冲撞你 有出手 有出手 所以我 因为他们三四个嘛 我怕被打死 就是我有出手防备 对 然后他们就控告我伤害 是 对 然后因为 那段影片也有拍到说 就是我出手防备的时候 他们那个红衣服 那个胖胖的红衣服那位 这个 是没错 然后他就用手 把我勒住 然后把他 把我夹在他的腋下 然后另外又穿水蓝色衣服那位先生 他就用他的拳头 一直往我头部做攻击 所以我头部才会有受伤 就是因为这样 又是攻击头部 来 我想请教的是 这个韦中 从张耿为 包括李柏璋 如果是要威吓 他们的出言不逊 甚至有自己 要自我防卫 赵道理 不是攻击头部嘛 怎么会攻击头部呢 攻击头部是要怎么样呢 賴慧中 我先讲一下 就说这几天其实是这样 就说 这些细节我们当然要澄清 就说 张耿为他是 这个 来和解 来调解 那柏璋没有先动手 我觉得这个当然要澄清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一个比较大的是 有一群人想要制造一种政治的论述 或者是氛围 或者是一种混淆 这个混淆就是说把这件事情 单纯形容成是一个户殴的事件 那进一步拉高一个层次 就是说这是统独的大战 那既然是统独大战呢 大家就各打五十大板 那同时他想造成一个效果 就是说对于中间的选民 或对政治冷感的选民 觉得台湾很乱 反正就是 不是你统派闹事 就是独派闹事 所以大家都一样烂 要混淆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一直去纠缠说 你是不是职业学生 你几岁 你有没有领民进党的奖状 然后你有没有先动手打人 你有没有骂人 我必须讲这都是知误 你不说这不重要 该澄清要澄清 尤其在法律上要澄清 可是问题是 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这问题的本质是 台湾就是有几群人 在特定政权 而且这个政权就是威胁台湾 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或是默许之下 这个黑道政治化 暴力政治化 就是然后政治黑色化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东西是 威胁到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不叫统独大战各位 这不是护欧事件 这个是一个政权支持之下的 一个政治暴力行为 这个行为在香港一直在发生 发生了很多年 现在是在台湾复制 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澄清清楚 否则我们永远就要去 永远就要去辩论 是不是谁先动手 请问如果今天是 李伯彰被人这个 他自慰 你要先动手 没有打到他 可他自慰 这有什么错 所以不能纠结在这个事情上 一定要把这个离清 这绝对不是统独大战 这个是我们内部 里应外合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必须说安全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也被警方保护过 我自己也被警方保护过 那时候超党产 超党产的时候 我也亲眼看过 黄之锋怎么被警察保护了 因为我跟黄之锋 还有几个朋友 我们私底下吃火锅 我看到那个警察是 多么严密 而且认真的保护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可以做到 他即使不认识你 他甚至可能对你的真正想都不赞同 还是可以保护到你 他可以很认真的保护到你 非常安全 我必须直接 细节我不多说 但是我自己经历过两次 所以我说必要的时候 因为我想这样 我们过去社运出身 我们对警察 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 这必须承认 但是我自己经历过之后 第一个我表达非常大的感谢 第二个是说 那绝对可以保护到 这个没有问题 他们一定有一套 他们完善的措施 可以保护这些学生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第三个我必须讲 就是说 讲过黄之锋那个事情 今天这一月发生了 黄之锋的罗冠 从他们来被打 那个时候的警政署 就已经说他要扫黑了 所以我必须说 我当然看 我刚刚同意 就是说 新的署长上来以后 有新的作为 可是我们也要问 但是你还是怀疑了 狼来了 我不说 因为喊太多次了 他说 我也不是对民党政府 没有信心 我只是说 那个时候 也是说要查西津 也要查他们的产业 也查 那时候也查到了 不止竹联邦 当然不是整个竹联邦 竹联邦的部分 那也有四海邦 什么堂 也都查到了 张伟就在现场 隔了八个月 他就继续犯案 不是吗 这个张伟是关键 这一次的张伟是关键 张伟是关键 你去看统组党的脸书 他们说 我们打人有错吗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他们是集体犯罪 是组织犯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期待 我认为这个 处长会做 但是不能像上次一样 这是我的一个提醒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来 周敏这边要发言 我觉得 因为我们终究是 平民百姓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依赖公权令的保护 然后在前 刚刚有提到 就是几位 就是如我们的警政署长 如我们的内政部长 也就是 几位都是我们台大的老师 我甚至还上过叶老师的课 菊俊荣老师 对 就是这些都是台大老师 他们愿意保护我们 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去用正确的方式去侦办 我认为是非常好 但是里面 遗憾的要提到 就是柯文哲市长 他现在还是在讲 就是台大 是否大学自治应该让警察不入下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假议题 这个部分 你认为 所以这是他理解的方向 你认为这是假议题 他有两个假议题 还有几个例子 台大有个人如果冒烟失火 小冬对不起 消防车来了 是不是还要打电话 我可不可以救你 我可不可以救你 需要吗 就是不需要 他如果看到那个在栏杆外面 体育场外面看到有人被性侵 我要不要救你 请你告诉警卫 我可以进来不能进 不是在这种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紧急的例子 他当然就可以进校园 那个所谓的一个办法 根本就是一个当时 因为其他的背景 比如清华大学那个背景 所以才产生一个 警察进校园 跟校方要有联系的一个概念 那是在防止国家暴力 对没有错 防止国家暴力 不是为了形势 我讲了下一条 不是个 所以对于科市长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子 所以学生你们自己觉得 科市长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你们的观察是 第一点这个本身就不是在台大校园里面 第二点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 在明文规定上就已经很清楚地写说 均紧不入校园 这件事是在于他们的侦查行为 必须要知会效仿 但是在现行犯不在此线 白纸黑字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市长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讲 我刚才讲假议题不是指这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他把它定调成这叫校园的骚乱事件了吗 对吧 对对对 我这两天一直问来宾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好歌声 这样的活动过去办了好多场 他不管在文化大学 在世新大学办了这么多场的同时 都有出现统一促进党人在现场吗 好那有没有 大家可不可以捕捉相关的画面的告诉 有没有 那如果有这代表什么 那如果没有这次出现在台大 到底为什么 还说这家制作公司竟然住址是在台北市锦州街 是一家药局 登记在一家药局 里头的营业项目包山包海 祭祀 殡葬 食品 汽车 纳谷塔 纳谷塔 那这样的包山包业的 这一家营业项目这么多 它可以乘坐这样的节目 有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背后是什么 到底是有什么内幕 有没有人帮我们找出答案 里头统一促进党的角色 只要有助于他们的阻挡目标 统一促进党的阻挡目标就八个字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只要有助于促进统促党的目标 他们都会在 其实它已经完全符合组织犯罪条例了 为什么 第一个它是以什么手段 它是以强制实施暴力诈欺 或者是恐吓为手段 为手段 持续性的结构性的组织 有没有持续性 这么多的事件 他们都持续性的用恐吓 或者是暴力 或者是诈欺 等等这样的一个强制的手段 持续性的用这样的强制的手段的 结构性的组织 现在剩下的是牟利性 有没有牟利性 我刚刚说张伟很重要 为什么 张伟为什么很重要 张伟的证据资料是什么 对张伟为什么很重要 第一个张伟他很清楚 他跟张寻两个人两兄弟 是韬略集团的董事 那我们在很多很多的讯息里面 看到的报导都是 这两个兄弟其实以张寻在中国 替张安乐处理中国的财物 而以张伟在台湾替张安乐处理 统促党的事物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 我觉得已经完全符合统促党 是具有牟利性 什么牟利性 它的促进和平统一 促进一国两制 事实上可以谋什么利益 可以谋在中国经商的利益 这不是牟利吗 这个事情这样子 你看钟永峰在 新议会接受议员的质询 文化局长 对嘛 文化局长 可批前一天特别交代 要尊重台大自治的传统 不同的立场在里面 尊重校园自治 警方不要进去 我的意思是说 他刚才讲得很清楚 这些人从校园内冲出来 就算校园自治 你已经到外面去了 第一个 你警察没有进去 可是暴力分子 已经进去在里面了 然后还从里面出来打人 那就算里面自治 那外面你在干嘛 这才是重点 可是问题是说 你对于下面来讲 市长都交代了 特别交代说 你们不要进去 不要去管他 他们当然会觉得 自我限缩 会有这种心情 所以我现在说 如果市长都这样子讲的话 用校园自治四个字 你能够期待警方 可以怎么样办这个案子呢 如果市长都这样子 你说台北市警方 能够不稍微收手吗 用校园自治四个字 演示统战的整个过程 跟台湾有统战的附庸团体 我们的政党没有政党法 可是呢 当他成立一个政党的时候 我们国家给予他 非常多的方便 不管是免税啦 你可以有很多的集会游行啦 你有很多合法的行为去做 可是合法的背后呢 是不是应该也要积极去思考 人民团体法去规范这些政党 你觉得这样子够吗 听听看 当时人在现场的钟家鼎 我必须要播放钟家鼎 前天我call给他的这一段的声音 他非常的痛心 他非常痛心 他人现在处在一个疗愈的阶段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跟张耿为是熟识的 当他人在现场 眼看着张耿为被人持甩棍 痛及他的脑部 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保护他 救了他 他需要一段时间去疗愈 你觉得这样孩子伤害有多大 而现在这些孩子 人生如果又遭受到威胁 难道我们还要消极处理 让他们持续受到二度伤害吗 听听看 钟家鼎 这位当时在现场的台大学生 他怎么向柯文哲喊话 就是我必须要跟柯文哲师讲喊话 就是我们这些学生 信任你是我们的教授 是我们柯文哲教授 然后你是医师 你是我们信赖的师长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校园外 然后做暴力事件 我们在台北市的街头 都做暴力事件 希望你可以严厉地 谨慎地处理这些事件 受伤的是民众 是台湾人民 还有这些学生 我们不只身体受伤 而且还在心理上面受伤 我们对这个国家 原本应该抱有希望的 那你们说 你还没办法保护我们 谁保护我们 所以 希望柯文哲师长 做出你 你是市场应有的大度 这是扣号给钟家鼎 当时人在现场 他无助 但是要让他对这个国家公权力 还要继续失望下去 王定宇 我们都经过那个年纪 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这一群人已经意识形态到一种就是 你的主张 台湾不属于中国的 死不足惜 欲问民间还抛脸书 哇 228再来一次 把台湾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台湾 意思说你们在嚣张 解放军来 你们死不足惜 台湾2300万人的命 当我们主张台湾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们这种人都不配当人 死不足惜 所以他那个黑帮 动手的狠的程度 他那个在跟你打仗啊 那怎么叫骚乱 请柯文哲 或者警政署 或者台北市警察局 请你给我证明一件事情 台湾跟香港还不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下该怎么做 行为 动手打人的犯法行为 脸书去威胁这些个人的行为 用最快的速度办 可这样不能满足 因为它不是一个个别的行为 它背后这个组织去串联 组织这样犯罪 你看他们近来是一群人 分站台车 离开也是一群人 有指挥 有电话 有闹人 有进 有退 它是一个组织的犯罪动作 所以组织犯罪条例 应该要来处罚他们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大极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这几位年轻人 我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国家 来 杨老师 郁慕明到目前为止 至少维持在言论的范围 对吧 一遍他多极端 今天台大校长还揭露出来 当时要求停办 台北市政府还曾经拒绝过 就算没有拒绝 我请问停不停办 如果不是台北市政府在主导 为什么要问台北市政府 这么简单的事情 台湾大选没有办法自己主动宣布 对啊 台大居然不能宣布停办 他必须要请示台北市 就算台北说我没有拒绝 你为什么要请示 你讲道理嘛 他为什么不打电话请示我呢 文化局有打过电话 要求台湾大学要协助办理这个活动 对嘛 这是确定的事情嘛 你有打电话 有打电话 台湾大学面对台北市文化局打电话 现在就是用骚动 用对立来掩饰 那个背后的统战目的 跟现在礼拜天发生的叫暴力事件 全部要把那些盖掉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冲突 一个对立 要把学生跟流氓放在对立面 让他们自受自受 这样的局势我不知道 行政院赖清德 你会看不清楚吗 这样的局势 我们相当期待 是不一样的氛围底下 内政部长 警政署长 陈嘉青 你没有办法去侦办 过去所有署长 包括内政部长 不愿去面对组织犯罪 你真的可以做事不管吗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持续去关注 尤其这些孩子的学生 安全的问题 警方能够不请洪荒之力 来保护他们吗 科文哲市长可以不请权力 来动用任何的国家公权力 来保护他们 我们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锁定新唐教练的再关